哈囉大家好 我是衛衛先生 妳是 麵釀 麵釀 她是胃寶 她就在釀 釀 那今天是胃寶2歲 3個月又10天的時間 我還記得在胃寶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曾經拍過一支影片 就是她很小baby的時候 我幫她洗澡的樣子 我們睽違兩年之後 再一次來拍幫小孩子洗澡 好 我們現在就來開始洗澡吧 今天要用什麼洗澡 是洗澡的 對 她是新的月亮澡盆 今天我們是送邀了月亮澡盆的邀請 她給我們一個這個 月亮澡盆的家大版 MAX版本 新的這個大的月亮澡盆 她顧名思義就是要讓大寶寶 也可以用月亮澡 如果家裡的寶寶 小時候就是用月亮澡盆的話 長大後就非常適合 轉換成月亮澡盆 MAX 因為這樣子對寶寶來說 能延續熟悉的洗澡環境 還有使用上的安全感 我喜歡帶影業 可以啊 好 熱壓的時候 這個月亮澡盆 它承襲了月亮澡盆 就是原版的那一個 的很多優點 例如說它有神水的設計 跟底部防滑的設計 還有一個就是它最著名的這個 背後有一個軟鏈靠背的部分 那最主要是它總共做了 加大8公分的寬度 還有深度 所以呢 這個月亮澡盆啊 它就非常適合 從九個月開始 一直到四歲這個年紀之間的寶貝們 它就不再只限於說 只有小小孩可以用月亮澡盆 來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洗澡好不好 好 好 來 那我們先 Hands up 我要幫你打馬上課 你是一個小女生 妹妹 你是 誇張了 吹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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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月亮啊 它有 65%的黏 又35% 纖維材質 所以它特別的吸水 而且很軟 真的很軟喔 有沒有很舒服 很舒服 好 我看一下水 我們來清洗肚子 收一收 從胎下一起脖子 對 OK 好 來 再轉過去 我們沖一點點頭髮就好了 抬抬頭 對 好 我們把頭髮收拾 OK 那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到新的澡盆裡面去囉 嗯 好 來 點進 來 慢慢走 在這個月亮澡盆 MAX裡面呢 它的省水功能啊 就是 在這個澡盆後面 它有一個 最高水位的線 那水呢 只要放到這個線的平等之後啊 就可以開始幫爸爸洗澡了 手攤起來是剛剛的 對 即使到了兩歲啊 它們的關節 還是會有一些縫縫 然後會藏一些Stand 所以 洗澡的時候 還是要特別測你們洗一下 嗯 大家都看到你揮手了啦 不過像這種 比較大型的啊 它是做月亮澡盆 MAX嘛 除了可以讓小朋友 很開心的在裡面 這樣子泡泡澡之外 洗澡的時候啊 還是一定要 家澡在旁邊 然後它一定要是可以自己 做好在一方的 會比較適合這樣子的尺寸 好 送送背 要舒服嗎 好 輕輕的 這樣子輕輕的就好 好了 我們洗好了 來 我幫你 給你擦一下 我拿玉琴 我放好了 你放好了 來 我們站在這個屋 上面 洗了玉琴 放好了 轉過來 大家要洗阿澡了 耶 阿澡 OK 那以上啊 就是衛寶把它做的一個洗澡紀錄 再跟大家重複一下 這個月亮澡盆的特色吧 第一個啊 就是在澡盆的底下 四個地方 還有它澡盆內部 水滴面的部分 它都做了防滑設計 這樣子寶寶在裡面泡澡啊 不管是站著還是坐著 都會非常安全 那第二個呢 就是它內幕 底座的地方有一個突起的設計 這個設計啊 就是讓寶寶 坐在裡面的時候 可以更加穩定 第三點啊 就是整個月亮澡盆最顯眼的地方 它是一個安全無毒材質做的 背靠墊 它的作用就是讓寶寶在裡面 泡澡的時候 可以保護它的背部 第四點 也在這個靠背墊的上面 有一條MAX的水線 我們只要把水啊 放到跟這個水位標示線一樣的高度 就可以讓寶寶在裡面洗澡加泡澡了 第五點呢 就是它也做了水塞的設計 洗完澡的時候啊 我們只要把這個水塞孔打開 水就可以自動排出去了 而且這個水塞啊 是我目前使用過所有的澡盆當中 排水最快 水最大貢的一個 除了這個之外啊 剛剛幫胃寶在洗完澡 出去的時候 包的這條Panda的連帽浴巾 它是用了頂級的無碾砂製成 所以整條浴巾的吸水性 還有柔軟性都非常好 棉質的部分啊也是 長絨的金書棉 它的特色就是可以讓浴巾比較蓬鬆 而且不容易起毛球 再來它裡面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足纖維的材質 為了就是增加它的透氣性 還有天然抗菌 最後一點呢就是我很喜歡這種 連帽浴巾的設計 因為這樣子啊在每次包會飽出去的時候 不管是冬天還是外面有開冷氣 它的頭跟脖子都能夠被保護到 不容易吹到風 這樣子呢也就不容易照亮啦 好的那現在天氣有點冷啊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讓家裡面的大寶寶 也可以溫溫暖暖的每天 快樂的泡澡的話呢 我很推薦大家可以來一組喔 月亮澡盆的MAX還有這個Panda的連帽浴巾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